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说都在立法院 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现在蓝绿白磨刀霍霍 柯文哲的部分 他今天一大早7点半就骑着U-bike跑去党团 在立法院党团他去开会 你可以看到包括他一路骑U-bike 旁边都是镜头都是媒体 然后开完会他搭公车离开 等车的过程还被媒体团团包围 观众朋友这是亲民形象吗 观众朋友这个真的是有别于过去的政治人物 因为过去的政治人物大概都是坐黑头车 这个也是柯文哲 我不知道他是有意为之 刻意这么做还是他本性如此 总之年轻朋友喜欢他 大概都是从这样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过去你看到他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搭公车 在走楼梯上办公室 不搭电梯 你也可以看到民众党的副秘书长 徐甫在旁边拍下这一张照片 你看到满满的媒体记者 你看有多少 1234567891011 123456711 18920 几百台 我不知道多少台 满满的都是摄影镜头 徐甫看起来有一点点骄傲吧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得 他说听说就是有人解读是没有用的巴喜 他在酸柯建民 以及没有人理的政党 这个亮哥的解读是说 他在酸柯建民 因为柯建民说木猴而冠 就是说你这个没有用的巴喜 就让你看我的实力 我的实力就是吸引美光灯 吸引记者 必须讲这个也是民众党厉害的地方 短短的四年的一个年轻政党 而另外我们看到柯文哲 今天姿态摆蛮高的 我们先来看看他是兼律籍 然后又抛出很多的话题 第一个他说我下令 如果有人敢不团进团出 如果有人在投正副院长的票的时候 跑票 我就把你给开除党籍 让你丧失立委之格 因为他们通通都是不分区 那另外柯毕还说 他出招了 出招啊 他说请啊候选人到民众党来说明想法 你国民党韩国瑜想要当院长 可以啊 你候选人嘛 来我民众党讲讲你的证件 你游席坤水牛伯 也可以来啊 来告诉我们啊 来这个讲你的这个理念报复啊 那我们才会投你一票 那你看到游席坤 其实很快就回应了 他说只要民众党欢迎我去 我就会去拜票 韩国瑜在十几分钟前发了脸书 他说唯有团结的在野才有强大的制衡力 才能有有效的监督执政 柯文哲的姿态好高啊 他这个说 我这个关键少数是什么意思 关键少数 就是啊 每一天都接到很多 你不想接到的电话 科室风格又出来了 可是也有人觉得他很臭屁啊 那要争取立法院连任的游席坤 他说赖清德有指示啊 交由柯建民处理 可是明明 这个赖清德前几天才说了 不会下指导期 可是水牛伯又讲说 赖清德请我到中央党部 与柯建民和党务人士 过程中 要这个赖清德要柯建民 组成小组处理立法院院长的选举事宜 我们到底要听谁的 我们到底要相信谁的说法呢 而另外在立法院的绿白盒 到底有没有可能 游席坤的姿态比较低 我认为啦 因为他是现任的立法院院长嘛 他说只要愿意投给我 什么颜色的票我都收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连任 那国会龙头之争 柯文哲到底挺油还是挺寒 他到底跟谁的交情比较好啊 王定宇现在跳出来讲了 说哎呀 他一定会投给游席坤 因为柯文哲自己曾经有讲过说 民进党只有游席坤没有在骂我的 所以呢 他觉得这一票他会投给游席坤 这八票 maybe会投给游席坤 那另外韩国瑜的办公室也引起话题了哟 因为二月一号新国会开始嘛 这些国会议员要有新的办公室 大家用抽签的最公平 结果韩国瑜抽到了高嘉瑜的办公室 这是高嘉瑜在青岛二馆的研究室 可是媒体人黄洋一鸣就讲了说 哎呀 这个有点不妙啊 因为这间办公室 他是所有的立法委员在这里 办公过后就无法连任了 连续四届无法连任 他举例 第七届是前民进党立委余天 第八届前台联理委林世佳周霓安 第九届是前国民党立委柯智恩 第十届高嘉瑜 都很可惜没有办法连任 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这个办公室是怎样 风水不好吗 黄洁无独有偶 不是无独有偶 这个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分 他也抽到了青岛二馆 所以变成了邻居 跟谁变成邻居 跟韩国瑜变成邻居 黄洁是因为韩国瑜 而身世雀起的 结果他跟韩国瑜又变邻居 其实也没有人问他 他自己就讲说 不只要当同学还要当室友 My God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王毅川亦有所指说 不要每天只想要来唱歌 喝酒打麻将 这个感觉 所有的箭头都对准 韩国瑜现在的稻草人 就是韩国瑜了吗 这个可能未来 因为战场里面 韩国瑜如果真的当了院长 或者没当院长 这个稻草人可能都是他 对绿营来讲 来 先请教两个 两个怎么看 这个立法院的新局面 我觉得民进党就只有锁定院长 副院长对他们来讲不重要 那他现在的策略就是 透过各种管道 包括党工职 还有1450 还有政论节目 不断的黑韩国瑜 稻草人 不断的黑他 就是要让因为他们认为民众党八席不分区 有六个是绿底 所以就让你投不下去 让柯文哲投不下去 所以你看王定宇讲那个事就非常典型 因为事实上上一次民进党明明就过半 民众党五票都投给游席坤 对 所以这个是有历史记录的 所以他现在就要让你投不下去 是 游席坤真的是哈院长哈得要死 这个礼拜拼命接受访问 各种节目都上 各种曝光 那韩国瑜反而相对比较少 就是说 所以这个坦白讲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最后拍板真的就是柯文哲 所以你民众党 这八席不分区确实有六个有绿底 可是你投给民进党 你一定会被外界理解为被收买 因为接下来我跟你保证 赖清德一定会用 民众党的相关人事入阁 这个已经太多传闻了 比如说你五席即将卸任的立委 赖清德不会用吗 有劳工背景的 是啊 有财务背景的 有学者背景的 有学长背景的 是啊 然后你那么多智库的学者 你以为民进党都不知道吗 所以我跟你讲 你如果投给游席 跟我跟你保证 你只要被公布一个民众党 人家就再说你一次 说你被收买 那看你未来怎么去 经营你的政党的自主性 这个是柯P自己要想清楚的 不然我跟你讲 如果是党内八席立委自己来讨论 我跟你保证就是投给游席坤 真的喔 八个人都会投给游席坤 不是啦 就是多数意见 多数意见 就是偏游席坤 如果团进团出的话 团进团出就是柯P自己要下决定 就民众党本来就来自蓝跟绿 那你当作为一个关键少数党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凸显你自己的自主性 你自己要想清楚 两个如果投给自己就可以凸显自己的自主性 对不对 当然是 不然就是跟国民党合作 然后要求要给自己多少招围 这也是一种合作 总之你不能够跟执政党合作 因为你要知道你接下来都是要挑战执政党 没错 没错 不管是 反正你未来你可能四年之后也要选总统 那你去想一想你如果跟绿的 因为游席坤的原因 然后被他招安成功 我坦白讲这个叫招安 那你去想一想你未来发展的状况 你变成 未来每一个投票你都要 这样一下就变成 你不一定站在在野党的位置 这个我认为这个自己要想清楚 不要只说我只要凸显我有权利 我要支持谁当选谁就有能够当选 那当然国民党也陷入一种困境 就是万一民众党去支持游席坤 那国民党接下来怎么办 那事实上也有两种声音 一种就是说 直接给你送这堆 就投给李皇珊珊 让李皇珊录录像 你就直接送座堆 可是也有一种声音反对 认为说这样不是做大了黄珊珊吗 那黄珊珊两年之后来挑战蒋万安 不是变得更方便 更有这个使命 对 所以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 那国民党还是要投给自己 那投给自己国民党就会有54票 那民众党如果投给自己 那副院长还是国民党 可是问题是你江启臣去跟游席坤 有何意义 就变成这种问题了 就是因为副院长不重要 立法院长 亮哥的意思是说 早上万一游席坤当选了 下午你怎么办 江启臣也不用当副院长 没有意义了 对 可是 就在刚才江启臣已经宣布了 出来不完 对 他跟韩国瑜会同进退 只要院长没有 他断不会参加游戏 那这样就变成 民进党拿走正副院长 等于完全让你绿白盒坐实 坐稳 坐到榜 那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没有不好 因为你忠诚在野党 一定还是有忠诚在野党 非常好的战斗基础 就取决于民进党是投给自己 还是投给黄珊珊 对 他去弄一个 变成民进党决定 对 他们会中午的时候 再另行卸商 第一个我实在对于 那我做个短的留言 你这里说这个很不吉利 对不对 对 那人家柯智恩现在不是高升 真的 他中间浪一席 对 浪一席 浪一席 他可是变成高雄王 那也是 所以 所以不必说 不必说 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迷信 我必须这样讲 来 请教永明杰 对 我其实就接着刚才那个 郑亮讲的 就说第一个 现在我觉得国民党的状况 战略已经清晰了 我觉得国民党赶快清晰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第二个 柯文哲他说 你们要选的人 请到我这里来拜访 感觉姿态很高 那这个当然对于年轻的立委 或者明代 特别蓝营的 有一些人是马上就反映说 这姿态太高了等等 可是我当时还没有 十几分钟前 还没有看到韩国瑜的反应的时候 我就判断说 韩国瑜一定会身段 非常的柔软 因为大家要了解 立法院不同于我们政党在做斗争 立法院长的最重要的职位 就是协调 调和顶懒 这是立法院长 他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对韩国瑜的认识 我一直认为说 韩国瑜的特长 不是金句连发 不是说他很能够跟庶民沟通 韩国瑜的政治最大的长处 就在于说 他在什么位置 他就知道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比如说他在北农卖菜 他就是真正菜卖得好 然后当他要去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就可以完全的发挥 他的庶民精神 跟人民站在一起 然后搞贪食蛇 翻转了高雄 然后他要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可以讲出来 大家痛苦的心声 好 问题是 他现在要选的是立法院院长 他会不会采取对抗性呢 他绝对不会 他一定会姿态柔软 果不其然 我们看尤锡坤跟韩国瑜的反应 尤锡坤第一时间 他也没有讲硬话 但是他讲了说 如果民众党欢迎的话 我一定会愿意去拜访 韩国瑜没有讲说你欢不欢迎 韩国瑜直接讲说 愿意拜访寻求团结 所以你看以柔软度 韩国瑜又胜游锡坤一筹 他没有说你答应我 我才去 或者你欢迎我 我才去 他会认为说 我本来我要选的人最小 我本来就要去拜托你们 你们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冷脸已对也好 给我考试也好 我反正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那我觉得韩国瑜这个服务态度 还有姿态有摆出来 有正 因为立法院院长本来就拜托 我讲一下王金平的例子 我第一次亲民党第一届当选立委的时候 我还在外面卸票还在我的总部 王金平住在我大职爸爸妈妈家的对面 结果我妈就说 永平你赶快回来 王院长现在在我家 我其实快要吓死了 正亮你知道我那时候36岁 不在我妈妈家做 不是拜访我 我自己选区在北区在内湖 我妈妈住大直中山区 那个郭正亮的选区 那时候我们韩非南北区 就王院长第一时间就跑到我爸妈家做 没有通知你 没有通知我 然后我所有的行程没办法 我正在卸票卸一半 那时候是亲民党 对亲民党 而且我第一届做立委 我跟你说那时候真的想 很年轻 头都昏了 冲回大直家 然后王院长跟我说一个票 所以我实在要讲的是说 真的你选这种互选的 同事互选的部分 你一定要摆出一个很诚恳的姿态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韩国瑜做得对 可是至于你柯文哲 怎么选择你政治后果怎么样 刚才亮哥分析得很清楚 我也不赘述 那最后我评论一下柯文哲 我觉得柯文哲今天骑U-bike上攻 然后宣布说下令团进团出 我觉得恭喜他 民众党的主席终于回神了 他终于从他的悲伤期 本来他那个 否定期 他从他的否定期不是有什么五阶段吗 本来否定期完要到悲伤期 愤怒期 愤怒期 他很快过了 他过了 他恢复自我了 他正常了 开始骑U-bike正常上下班 我觉得对民众党来讲是一件好事 是 来 请教灰文兄 怎么看未来立法院 像这样子的一个三分天下吗 还是一个混战的局势呢 这个蒋万安市长要让U-bike 前30分钟免费 不知道开始了没 台北市每天有这么多人 骑U-bike刚好会被拍 这个就很假了 这个我相信 因为永平姐当过立委 亮哥当过立委 这个地方我跟前子以前都采访过 观众们这是哪里 这是立法院门口 这是立法院的采访现场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今天以亮哥 永平姐 如果要到那边去发言 一样是这么多的记者采访 这什么 因为这些记者 包括你看到后面这一排SNG 他们都不是 就很简单 他不是单纯的专程为柯P去的 所以徐甫你这个内行人讲外行话 你要多跟你太太学习 比方每次讲这种话被人家笑 你以为这些都是为了柯文哲去的吗 他们本来就在那里 而且前子 你知道我们采访中心在调度 以现在立法院的状况 如同刚刚前子讲的 我不可能派一组记者去 一组一定不够 一定是两组三组 然后甚至SNG单机也要下去拍 怎么可能让你 徐甫我不想再骂你 浪费我的时间 这个所以前子刚刚太美化 柯文哲的人设 就说柯文哲很多东西 其实没有交代 因为前子我是很记仇的 2亿美金到底是谁 选完了你怎么这样子 我就是忘不了 忘不了 我就忘不了 到底国民党谁跟你讲说 选总统要100亿了 我不知道 你不是说你有电赖清德的行程表吗 我从选前就呛你 呛到现在你把电赖清德的行程表 拿出来 电赖清德 我等很久 怎么都没有 我呼应两位前辈讲的 就说他到底是要做小绿还是小蓝 观众朋友我们来复习一下 选前他讲什么 外交军事要走小英路线 他讲的 他在陈恶林的专访讲的 他不是说要联合政府内阁制吗 内阁制比较难 联合政府是什么 所以亮哥说如果他投是 如果联合政府那就是收买 如果今天当选的是侯友宜 民众党有人入閣 这个也叫收买 现在当选的是赖清德 赖清德的内阁 当然520才上台 他如果沿哪一些民众党的 没有当选立委的人 这个也叫收买 他本来就是 我的意思说我不是批評亮哥 我的意思是说 柯文哲他可以自圆其说 我是联合政府 我当选是联合政府 侯友宜当选 赖清德当选也要联合政府 不是这个意思吗 联合政府也是侯友宜讲的 一个是你联合别人 一个是被联合 对 没有 都是联合 被联合政府 可以 亮哥 被联合政府 柯文哲很狡猾 他一定能够讲图一套故事 说服这些小草 说服这些白的人就说 你看我这样子我是逼不得已 但是前置我必须讲 我还是同意亮哥讲说 他应该投给 民众党应该投给民众党自己 好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拿了26% 扎369万的票 我请问观众 因为现在不可考说 到底这个26%有几%是年轻人 几%是老人 不可考 但是前置我大胆的假设 我认为柯文哲的369万票里面 有一部分人是很讨厌民进党 也很讨厌国民党 两党都投不下去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你看看这个傅昆琦他讲什么 也请教永平姐跟亮哥 你看这个说什么 他说相信韩国瑜院长跟傅昆琦总召 可以压制民进党 傅昆琦 立法院长跟国民党总召 可以压制民进党 柯建民就塑胶做的就对了 你是你说什么 立法院长的公主就像 刚刚永平姐两个故事 立法院长不是来压制民进党的 立法院长也不能偏袒国民党 你怎么 要公正 那当然 傅昆琦你是两个小的 他们两个都当过立委 我没当过我都知道 你在骗谁 请各位媒体记者 不要再收傅昆琦的礼物 不要再被傅昆琦骗了 不要再吃大西瓜了 好 静一下广告 好 好 好 happiest �